请注意,你现在看到的是在俄罗斯空军基地 摄影师近距离拍摄的一段额标第五代战机的五马高清视频 通过此视频我们将看来 飞行员驾驶该战机在空中完成各种极限操作的全过程 此时这架战机已经完成地面检查上了跑道 相信老司机们一眼就能认出这架飞机的型号 没错,它就是由苏霍伊航空集团研制的一架单座双发隐形多功能重型战斗机苏50G 它的发展是十分心酸 原本是抱有和美国五代机F22一决高下的出众 没想到在2010年才完成第一次试飞 到2019年一架001编号的苏50G才正式服役 此时F22都快要退役了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西方国家给它起了一个重罪犯的外号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礼貌的 而且按照老美的标准 苏50G算不得上是一架第五代战机 足可以看出美国对这架战斗机的不幸 那么它在空中的表现究竟是怎样的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苏507已经来到了跑道尽头做好了飞行准备 同时飞行员操控飞机灵活摆动尾翼 正是他们给了苏507在空中良好的机动性 而在尾翼旁边的两台发动机一直在嗡嗡地工作 喷出的热浪将后方空气都烧到变形 之后随着地面指挥的起飞指令 飞行员直接把油门推满 发动机爆发出巨大推力推动苏507在跑道上滑动 在滑行的大概七八秒钟后飞行员操控战机尾翼稍稍上百 飞机立马抬头前后轮相继离地 我们可以发现其起飞距离不算长 这就归功于其搭载的两台发动机的优良性能 这架苏507搭载的是AL-41F1-117S发动机 单台最大推力能达到107千米 两台发动机让其最快飞行速度超过两马赫 另外发动机还采用了三维矢量推力喷口 让苏507具备短距起飞的优势 起飞成功后飞机先是来了一个常规转弯掉头 随后一个正向180翻滚机动 紧接着一段直飞后360度翻滚拉升 拉升到顶点后又进行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一开始就做出如此精彩的操作 不得不说这飞行员的身体素质是真的强 摇头后飞行员再次将飞机拉升高度 期间做出360度翻滚机动 画面中我们也能清晰看到苏507在空中的姿态 不得不说它和F22在姿态上确实有相似之处 只是它看起来机身会更扁平一些 随着镜头的拉近 我们也能看到其机翼下方的六个外置挂在地 除此之外它还有四个内置弹舱 再配合上飞机上的机跑 能够轻松满足飞机在空中的作战能力 随后飞行员将油门推满 直飞一段距离后直接来了一个干拔起飞 到达顶点后紧接后空翻掉头机动 之后飞机进入直飞 只见飞行员操控战机突然猛抬头 苏507顺利完成一个普加乔速眼镜射机动 掉头后飞行员先是操控战机来了个大坡度小半径转弯 虽说这个动作看似平平无奇 但却是在战场中有效躲避导弹攻击的手 完成后飞行员再次干拔起飞 在空中连续完成后空翻机动 随后苏507再次向上拉伸 做出高难度动作 完成这些操作后我们可以看到飞行员在空中打开了自己的起落架 然后开始稳定下降高度 当观众们都以为它要降落的时候 在距离地面十几二十米的高度时 飞行员将起落架收回并推动油门向上拉伸继续表演 原来这是飞行员有意进行的一次超低空飞行 目的就是让观众一睹它的珍重 重新起飞后 飞行员驾驶战机来了个干拔起飞 在到达一定高度后流畅完成后空翻掉头 之后拉平飞机直飞一段距离后 飞行员再次拉伸高度并且做出正向360反向360度 鳄鱼翻滚动作 不得不说这飞机性能是真的强的 随后飞行员将油门推满进入直飞 紧接着突然仰头来了个旱地八足 到达顶点后后空翻掉头 不过这次后空翻后 苏-57并没有向下俯冲 而是直接将飞机拉平 飞机一时间就化成一片落叶 以机头为中心用机尾在空中画圈 这就是现代战机才能做到的落叶飘操作 它能代表一架战机在空中很好的机动性 而之所以苏-57能完美做出这样的动作 跟它搭载的矢量发动机有很大的关系 完成落叶飘操作之后 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围绕机场盘旋 最后再进行了一系列翻滚动作 整个飞行表演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 最后飞行员打开了飞机的起落架 开始寻找合适的跑道降落 画面中可以看到飞机降落时姿态也十分平稳 和我们常见的降落方式不同的是 苏-57在后轮碰地的一瞬间 飞机尾部的减速伞就已经打开配合降落 随后仰头滑行二三十米后 飞机前轮着陆在跑道上及时 可以看到它的降落和起飞一样 都是十分的迅速 从全速着陆到完全停止用了仅仅十几秒 展示完飞机降落的缓解之后 飞行员就驾驶战机朝着停机位使距 此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 正是它协助苏-57在空中完成了各种极限操作 最后飞行员一脚流动 犹如开启车一样离开了观众们的世界 这场精彩的飞行表演也随即结束 没关系 我们下期见